李明珍先生你好 能不能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你在中国因为什么事情被中共用什么罪名关了多久 可以吗 开始了吧 开始 我叫李明珍 在2017年因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政府关在湖南吃山监狱5年 在2022年4月15号回来台湾 我有注意到你在被中共关押期间 你的太太李靖瑜女士在积极的展开营救 然后勇敢的面对媒体和面对社会的压力 请问一下你当时是知道她这么做还是不知道她这么做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当时在抗议所里面有一些断断续续 从其他的福星人员当中有一些讯息传过来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点点一步一点点不多这方面的讯息 那我基本当然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你面对中国这个政府 当然必须要把她的事情公开出来 让她才会真正给她制造压力 因为我们都相信 你对独裁者雅威奇连 并不会得到她真正的对你的同情 反而只会得到她更多的蔑视 所以我当然支持用这样的作法 你们是有这样的默契进行抗争是吗 因为我们都我跟我太太都看过很多 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档案 那其实在台湾过去的历史当中 有很多反抗威权的例子 那我们其实所有的力量 如果你觉得我太太是很勇敢的话 其实我们所有的力量 也都来自于台湾过去的历史 等一下有人要鼓 有车要鼓 好 有车要鼓 好 好 我们继续 在那个角椎附近就好 然后 我想问什么突然就忘了 你说有没有 过去台湾有没有 有家属过去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对 我刚刚写的问题是 我昨天看新闻有看到俄罗斯的反对派领导人 纳马尼他被俄国 就死亡了 他死亡之后 他们的家属要到了遗体 并且举办了葬礼 并且我也常常看到 纳马尼的太太 像你的太太一样坚强的面对媒体镜头 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 当然它是一个人权的要求俄罗斯有民主自由 如果你真的觉得他的值得怀疑需要纪念他 于是纪念他不如去继续做他过去做过的事情 把他的这种信念理想继续延持下去 像台湾过去每一岛世界很多每一岛世界的受刑人 那他们的家属或者帮他们辩护的律师 都继续出来参与民主运动 也是这些人共同改变了台湾的威权政治 所以当然我觉得后面的人 如果能够继续参与这样的反应又是靠谱 那台湾有没有 一人是过世之后 或者政客过世之后 他的配偶或者遗孀或者是老公 继续继承他的这个政治遗产从事 就是政治活动有这样的案例吗 其实如果是说死亡的话 我倒没有很明显 但是很多的我刚刚讲过很多的 过去的台湾的人权工作者入狱以后 政治犯入狱以后他的家属 继续来从事这种反对运动 我觉得这个大概比较可以去比拟 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说死亡的话 比方说像郑南荣 像郑南荣 郑南荣是一个民间地 他因为坚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拒绝被国民党逮捕 他自焚以后他的太太叶举兰女士 继续出来继承他的遗志 继续出来从事这个民主移动 我觉得这个大概比较可以比例 郑南荣大概是一个比例子 那说一说对俄罗斯的民主的展望 和中国民主化的展望 能说一下吗 俄罗斯的 因为俄罗斯的政情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觉得 用一个基本独裁的政权的通论 就是当一个独裁者疯狂 更加独裁 将独裁的政治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也往往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那其实中国也是 中国的独裁政治 是对人的控制越来越严重 包括对官场的控制 当中国的官场 不再像过去有一些基本的活力 而只有一些唯命是从的人 官员之后 这个国家的治理 我相信会出问题 而当这个国家治理出问题的时候 也是这个国家改变最有可能的时候 好 感谢你 我问他 问完了 我是佐拉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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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